世界投資者週聯合論壇登場 超過20位國內外財經專家齊聚 進行三天共六場論壇 要提升政府從業人員的財經素養 更推動投信投顧業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把相關的一個公司的轉型做好 這個在短期 那我想中期針對人才基礎建設 一定要做好相關的一個投入與建設 那長期當然還是對應未來的國際趨勢 以及投資人的需求 全球金融市場持續動盪 台股從萬八跌到萬三 論壇透過一系列的活動與研討會 建立民眾正確投資觀 年輕人可能就是可以6%以上 然後這個中年人的話 就可以再稍微保守一點 那如果到快退休的話 我們就希望能夠把那個資產保留下來 所以投資風險要最低 我們大概就覺得是建議是4% 論壇與線上直播同步進行 在通膨危機下教導民眾 運用多種投資管道及利器 跟著經濟脈動 參與國際同步的金融盛會 記者周天祥 台北報導 資料理器